爸 妈 这是小陈 你是哪里毕业 你住哪里啊 不错 不错 不错的呀 服务员 服务员 哎呀 小姐 每个人都有父母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 这么多年来 你有没有想过 父母做过的 最让你深有感触的是什么 古人说 父母在不远游 今天的我经常是生在他乡 有时会反过来想 当初恋爱 为了给心中的他浪漫和惊讶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你都不敢想象 出手怎么会这么大方 你跟他认识才几年啊 你都愿意把工资全部交给他了 可是相比之下 那个给你生命的母亲 对你一辈子用心良苦 哪怕你贫穷失败 也不离不弃的母亲 你又给了他什么 我一边对比 一边反问自己 当初是谁 一口一口给你喂奶 而你作为回报 可能是紧紧损着不放 是谁 一次一次半夜起来安抚你的哭闹 而睡不好觉 是谁 你一步一步 扶着你学走路 扶了何止几百上千步 是谁 把家里最好的饭菜 最好的一切 都留给了你 而说实话 当有一天 你买了房 搬了家 你是否愿意把最好的卧室 留给年迈的汤 当有一天 他们颤抖着端碗一次次把油腻的汤 撒在你心爱的木地板 你是否愿意给他好的脸色看 当有一天 他们开始糊涂 开始走不好路 你是否愿意慢下脚步 给多一点耐心和搀扶 毕竟 他们用双脚踏出了儿女的前程 也送走了自己那宝贵的青春 我想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一声 爸 妈 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 五月十四就是母亲节了 让我们为母亲添寿吧 生病时 妈说 别吓妈 吃饭时 妈说 别管妈 结婚时 妈说 别念妈 妈病时 妈却说 妈没事 我的好妈 时光 请你别伤害她 如果有一天 当妈站也站不稳 走也走不动的时候 请你紧紧的握住她的手 陪着她慢慢走 就像当年她欠着你一样 默默为妈妈积攒祝福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愿我老妈 愿我老妈 永远 健康 别让平安停下来 祝愿天下母亲 身体健康长寿 每天都平安 平安 快乐而归 母爱 就像太阳 无论时间多久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感受到她的照耀和温柔 默默转发到三个群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愿我老妈 永远健康 祝愿天下所有母亲 健康 快乐 想看更多视频吗 只需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 输入SP3799 搜索后选择图片上这个 再点关注就可以了 别忘了 是搜索 SP3799 越来越好 今天觉得是越快越好